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到了今天却变得平庸了 今天小编要说一个城市它是福建最没落的城市 曾最先被开发 但到了现在却沦落成了一个县级市 在唐朝时它被称为建州 经过了历史的演变 建州成了今天的建欧 建欧有3000年的历史 位于福建省的北部 占地面积极大 现在的建欧市显得有些落魄 但它可是有着十分辉煌的历史 根据实书记载 在唐朝时建欧十分的繁荣 是福建最先被开发的几个地区之一 并且它还是福建最先设立的县 也是最早设置的府 福建的建就是取自今天的建欧 它也曾经两次成为了福建的首府 建欧市在今天虽然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但是这里的景色优美 环境适宜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旅游 在这里有佛教圣地光孝禅寺 有海拔1822米的城山 还有万牧林等 可谓是名胜古籍众多 当地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 让人们在旅途中也可以满足食欲 建欧市拥有着福建明北最多的人口 还生活着十多个少数民族 总的来说 建欧还有很多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这个县城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座城市将来也一定会变得更加繁华 小伙伴们想去建欧看一看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艾蒙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 以及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